这是一个很少人提起的故事 2017年 Jacky他们在全国各地 开着一台小小的Smart四处比赛 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冠军奖杯 同年 又在哈尔滨和成都举行现场赛 72小时内在比赛现场 打造一台冠军赛车 最后 在全国年终总决赛中 更是只拿一颗12寸的低音炮 挑战了更高的所有级别的赛事 取得完美的战绩 横扫了当年 国内汽车音响声压赛的赛场 当时我们的确是脸压性的优势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计划一场比赛时 往往不是说 要拿几个主别的冠军奖杯 而是要留下哪几个奖杯 不要拿算了 在联中总决赛以后 我们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音响比赛 开始寻找更大的舞台了 我不太记得当时是谁先提起来的 18年初的时候 我和奥梁的老板Michael合计了一下 觉得在低音炮这个赛道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下一个天花板 就是在国外比较流行的一种叫做 Hell Trick的汽车音响玩法 Hell Trick是发源于 国外的汽车音响爱好者 特别是超低音爱好者 他们使用汽车音响低音炮的这些器材 改装一台功率非常大的车 身压大到可以把人的头发 都抬起来这种特别的效果 但是由于频率很低 人反而没什么感觉 他们把这种汽车音响的玩法 叫Hell Trick 意思是让头发能够飘起来的小窍门 你们炸毛这个名字起得好好听 简单直观又好记 炸毛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我们小胖为了做了一个名字征集活动 为Hell Trick找一个中文的名字 后来是我的一位做设计师的朋友明华 他的提议叫炸毛 我一听觉得这个不错 就明智地选择了炸毛 作为Hell Trick的中文名字 反正我们是第一个做的 名字当然由我们来起 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现在大家在谈到这种 能把头发飘起来的生涯车 都叫炸毛车了 炸毛车成为这个品类的专有名词 有了响亮的名字 有了品牌赞助商 你们又是技术这么强的明星团队 看起来万事俱备 只差开工啦 当时决定开干呢 已经是五月份的事情了 奥良他负责去订货 我们负责改装 我记得炸毛用的车呢 是五月三十一号到厦门的 我们制定了改装的时间表 计划是在武汉的六月二十号的车展上 做首次的公开亮相 车到了以后 首先是做隔音 先在车内的铁板上 用T型的铝合金条 做加强金的固定 然后再贴隔音 由于时间太紧 当时来不及定CTK最后的隔音材料 我们就贴了五层 2.0厚的隔音 整体隔音的厚度呢 达到了恐怖的一公分这么多 重量增加了200多公斤 当然效果也是非常好 我们一般做得不错的隔音呢 敲起来声音很低沉 就这样子 但是炸毛车的车身敲起来呢 像砖墙一样 根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然后其他的电池啊 器材啊 陆陆续续的呢 也都运到了 看起来一切都按部就搬 整个过程应该很顺利吧 施工从6月1号开始 进行到10号左右的时候呢 情况就已经不太对了 我们当时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施工进度脱后 第二个是我们严重低估了 炸毛的技术难度 当时到10号左右的时候 我们才把隔音做完 开始做低音炮骨架 同时呢 发电机还没开始改装 这个时候离计划的20号亮相 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 当时我们发现要做的事情 比计划的要多得多 由于缺乏经验痕资料 导致工期脱后 但是最要命的是 我们根本不够时间来做工程验证 所谓工程验证呢 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个新的炮的时候呢 需要先计算一下容积参数 和设计的生压频率等等 然后根据设计的参数呢 去做几个箱子测试一下 最后呢 在调整修改后定型 成为最终的版本 由于当时我们所有的资源 都用来保障在20号前完工 我当时做了一个冒险而又致命的决定 就是没有验证方案 直接用计算的参数呢 来做炸毛的箱子 这样我们紧巴巴的 整个团队轮班工作 夜以继日的改进度 我记得当时每天只睡了四五个小时 这种节奏大概持续了 有两个礼拜吧 在6月20号晚上10点钟 拖车来把炸毛车拉走去武汉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拖车走的时候 炸毛车还没有真正的满功率 想起来过 一般这个时候不出意外的话 就出意外了 到底当年在武汉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过程呢 很少有人知道 后来呢也没有什么人提 炸毛车在东南亚 从来没有人坐过 这是第一台 所有人呢 都非常重视这一次亮相 在武汉车展上 我们专门为炸毛车 还聘请了漂亮的车模 品牌商的人呢 也都飞去武汉 都希望看到炸毛车的成功 炸毛呢 它是在展会的 开始的头一天到的 到了以后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开始开机测试 几分钟以后 四个炮其中的一个就挂掉了 低音炮的整个线圈呢 都散掉了 其实当时我们对这种情况呢 是有准备的 提前找零点定了几个RPK 就是低音炮的维修包 像这种系统炮的损坏呢 是比较常见的事情 维修包呢 就是用于这种情况的 我们于是在现场 把炮拆下来 希望能够在现场把炮修好 能赶上第二天的开幕式 但是麻烦的是 维修包里它没有浇水 当天晚上我们在武汉 找各种浇水 那这种炮它需要特种浇水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 在武汉山镇是买不到的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这种挣扎呢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系统做的本来就有问题 即使当时把炮修好了 装上去还是一样 很快会挂掉的 东南亚的第一台炸毛车 第一次亮相 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的确真的是很遗憾 你觉得这次失败 你得到了什么教训 你打算怎么做呢 回顾来看 其实所有的问题 根本原因 是我们自己当时 太自大自负了 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参考的条件下 仅仅凭国外的几段视频 就立下来做炸毛 更应该小心翼翼 花更多的时间 做充分的各项技术验证和测试 但是我们过于乐观的 制定了一个20天的改装计划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炸毛1.0的失败 就是我们为自己的 自大自负所付出的代价 武汉车展结束以后呢 炸毛被拉回了厦门 我们就开始着手 重新设计和改装炸毛2.0 2.0版本的炸毛呢 主要改进是在三个地方 第一个呢 是把原来的生存电池 换成更先进的锂电池 这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新的赞助商 锂电池的性能会更好 第二个呢 是把原来的两台5000瓦的超低音功放 换成了两台更大公寓的10千瓦 第三个呢 是最最重要的 在现有的技术上 重新设计改造低音箱体 我们于是沉下心来 从头开始设计箱体 做了大量的测试工作 这个巨大的箱子呢 就是我们专门做测试的平台 导向管呢设计成活动的 方便调整管子的长度 通过加矿泉水的方式呢 来调整里面的容积 这一切流程和方法呢 和我们打深压用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这个是更大号的测试平台 用更大的功率呢 去测量阻抗曲线 找到最佳的参数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拿到了浇水 把坏掉的泡呢 全部都修好了 经过这样几周紧张的工作 炸毛2.0终于按计划改完了 坦白讲 改完后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 我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 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到底能不能把头发炸起来 你们看到的这是炸毛的第一炸 那一刻我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 终于落地 完成任务不如使命 两周后 2018年7月10日 东南亚首台炸毛 在深圳车展成功亮下 我一看到一个终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